最近有关华为的事情是大家十分关注的 华为领先世界的5G技术引来不少人的嫉妒 因此华为在之前是遇到了许多抹黑及不公平的待遇 但尽管如此许多国家都不是这套 依然选择了与华为进行5G合作 就像之前英国的BBC在直播时使用的就是华为设备 并且还在直播中大肆赞赏华为的5G设备 在最近又有许多国家选择了与华为合作 其中许多都是东南亚国家 向东南亚受课推出5G服务的菲律宾 采用的就是华为热备 除了菲律宾就连马来西亚也是对华为充满信任 据信在之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华为的CEO任正非 打赏共识 马来西亚将与华为共同推动5G发展 而随着这些国家的带头 东南亚各国已是详细和华为前提了5G协议 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东南亚各国都选择了与华为的5G合作 却唯独一个国家是背道而直 拒绝使用华为还承承自己会 研究5G 这是在想什么呢 而这个国家便是越南 其了解越南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 将计划自主引发越南的5G竞争 目前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的美元 用来开发5G芯片 不过对于越南的这一举动 是一届没有一个看好的 毕竟以越南这么点的 自己投入 想要在5G上有所进步 确实是停放一台 想东南亚其他国家 都是选择了华为来部署国家的5G网络 越南却南辕北辙 只势必会让越南的5G部署 速度慢于周围国家 而目前 华为已经拿下了46个5G订单 位于全球第一 却还是在华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 越南不仅没用华为 就连其他的通讯商的也不用 这对越南来说只会是百害而无一利 对此大家怎么看待越南方面的举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